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戴很嫂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吃东京美食 那首先呢 我们来东京一定要吃烧肉 那帶大家來這一家非常厲害的 它已經是營業35年的 非常老字號的燒肉店 叫做牛肉亭 其實它是你看牛一頭買 那它為什麼叫牛一頭買 因為這家店家很厲害 它是直接去一個地方叫做 知譜購買整頭和牛 然後再回來再精選 優質的肉質來賣這個燒肉店 那這燒肉店呢 其實它是在中暮黑站 中暮黑站比較外圍的站 中暮黑站東出口出來 走路只要三分鐘 一下子就到了 那聽說很厲害的店 非常老字號的燒肉店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開吃 厲害的燒肉 我們點好了 我們今天很幸運 這邊有點到牛肉亭的五間套餐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是每天都有提供午餐喔 它只有每個禮拜只有三天 禮拜一 禮拜三 禮拜六 這三天有中午營業 其他時間都是晚上才營業 那因為今天剛好禮拜三 所以我們有吃到 我們吃到這個CP值超讚的五間套餐 那因為它總共有三個SET 1400 1800 2300 哇 所以我們就點這個 最貴的 還有中間那個 吃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好 那所以記得提醒喔 如果要吃五間套餐的話 要直接來排隊 我們今天11點20就來了 好 它11點半營業 好 禮拜一 三 六 這三天才有營業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期待我們的 燒肉套餐 我要吃燒肉 我們的餐來了 那我們這一次點了兩個套餐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是1800的主餐 1800的主餐 那1800的主餐 這個叫做上腰肉 上腰肉 哇 看起來很讚 上腰肉 然後最頂級的 它是2300的套餐 肉是兩種肉 一個這個叫做肉 這邊 這邊是肉丁 這個圖上面有看到 五號 五號肉丁 這頭牛 這邊都看得到牛的部位 那這邊啊 油花很多的這邊啊 就是它的肚子 肉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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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13號 13號 肉肚的肚 這是最頂級二兩千三的套餐 哇 看起來是不是很讚 然後他們一個set啊 都有飯啊 有湯啊 有茶 還有三個小菜 還有一個生菜沙拉 好 解膩 開吃 我覺得在裡面啊 完全沒有油煙味 我以前其實不愛吃燒肉 因為在台灣吃燒肉 油煙味一堆 這裡面完全非常舒服 好 太棒了 那現在要開始來吃了 先把這個放進去 好 油放一下 現在要先來烤 先來烤一千八的好了 就能看出不一樣 哇 哇 上腰肉烤一下 這個 看 上腰肉 一千八耶 看起來也蠻讚的 對不起 來喔 你看 不要烤太熟 哇 我的 這個這一這一片 這邊 先來吃看看 先來吃看看 一千八的 一千八的 如何 如何 好 先直接來吃看看 很好吃耶 一千八就很好吃耶 一千八就很好吃耶 很軟 很軟 那個肉質 很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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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腰肉 然後這個我不想沾 我想要吃原味 另外一個 上腰肉 好嫩喔 很好吃 很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很嫩 很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很嫩 很嫩 待會吃 兩千三吃看看 我要吃一口飯一下 肚子餓 肚子餓了 不日本飯好好吃喔 好那現在吃兩千三的肉丁 然後還有這個肉肚 肚子 兩個感覺就不一樣 肚子比較肥一點 我們有看那個網路推移 有人推薦 就是都說 兩千三的已經很讚了 所以就是說 因為燒肉其實 燒肉店的價錢都比較貴 所以你要吃到比較 經濟實惠一點 一定要中午的時候來開吃 中午就可以吃到好吃 然後又便宜 還好我們今天 又趕到吃到中午 不要弄太嚼 太熟 肉肚肉肚喔 肉肚 肉丁 他的屁股的部分 肉丁 吃吃看看 先來吃肉丁 看很軟 哇 誘人來了 好好吃喔 哇 好嫩喔 好嫩喔 很嫩耶 然後那個水分都鎖在裡面了 超juicy的 肉丁好吃好吃 好吃的肉丁 好看一下 肉肚 肉肚 油化比較多的肉肚 來喔 好 好 他那個油脂 爆在嘴巴裡面 很多油花 真的有點入口即化 咬下去 咬到那個 油花 好好吃喔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我覺得都好吃耶 嗯 兩千 兩千三跟一千八 都好吃 好 趕快再來吃 下午茶時間了 我們今天吃的這一家是號稱東京最好吃的蛋糕店 那我們來吃這一家是店裡的人氣招牌 千層蛋糕 哇很大耶 千層蛋糕 這個其實兩個人share都綽綽有益 好那這一家 其實這樣子的千層蛋糕才980元日幣 台幣差不多210左右 也還OK 對 因為蠻大的 好然後我們各點了一杯飲料 那這一家有規定就是說 你一個人一定要喝點一杯飲料 然後蛋糕看你要點幾份 都沒有關係 然後最多消費要只能待兩個小時 在那邊吃 因為來外面都在排隊 我們剛剛也有排的 差不多10分鐘左右才進來 好那我現在要來開吃他們這個千層蛋糕 哇這是人氣蛋糕耶 看看如何呢 欸我真的不會切 哇 千層蛋糕 水果 水果香味 好濃喔 好吃 剛剛其實服務員介紹蠻多的 但我們只想要吃這個 因為以前來有吃過這個水果千層蛋糕 那你們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來Happers都吃什麼咧 有哪一個蛋糕覺得蠻好吃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下次來我們可以試看看 那現在要開始來喝飲料了 那來示範一下大人哥點了這個是 阿薩姆鮮奶茶 那他們的喝法其實很有儀式感喔 你看那冰塊 阿薩姆紅茶 還有奶 都分開 你就自己這樣倒進去 哇 看你要加多少都可以 整個全加 待會再加 還有奶 倒進去 哇 你要喝多少自己加 這樣就是一杯 現泡的 現蔥泡的 冰的阿薩姆鮮奶茶 奶要喝多一點就全倒 那個紅茶可以再加 我喝看看這樣 奶味蠻濃的 還不錯 那我喝的是 Latte 他也是自己加 直接把咖啡這樣 真的鮮奶倒下去 所以你待會兒 這個奶不夠的話 可以倒我這邊 我這邊也是鮮奶 都鮮奶 奶泡 我這是奶泡 好 那我們開始來吃啦 下午茶 嗨 我們現在在涉谷的最新的景點喔 這個叫做公下公園 公下公園 它是結合有公園還有商場還有酒店在一起喔 那這四層樓是一個shopping mall 購物廣場 那頂樓咧 這是一個空中景觀公園 然後旁邊有一個18層樓的一個新的建築物 就是一個酒店 好那全新的酒店 那我們上去看一下這個最新的景點 公下公園 好我們現在要搭電梯去四樓的景觀公園 很神奇吧 Park公園在頂樓 這實在太神奇了 它這裡商場很多餐廳 就是賣東西的地方還有吃 吃東西的地方還蠻多的 好上來了 上來公園了 哇 哇 這是可以放鬆的地方耶 竟然這裡是頂樓 四樓的頂樓 好在這個四樓的景觀公園上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裝置藝術喔 登登 就是Doraemon還有任意門還有大雄 那這個是為了紀念Doraemon 它誕生五十周年五十周年紀念日 然後就是它的作者是滕子伯爾熊 它底下了很多的角色還有任意門 所以就把它打造成了裝置藝術放在這邊 讓民眾可以在這邊拍照打卡 想不到Doraemon已經五十歲了 跟我很年齡差不多 我以前都叫它小叮當 小時候很愛看小叮當 所以這裡一定要來拍照一下 跟小叮當拍照 哇 哇 覺得這個宮下公園真的蠻讚的 它在涉谷車站走過來才五分鐘耶 然後旁邊都是高樓林立喔 然後在四層樓這個竟然有一個空中的景觀公園 那裡面除了有一片大草坪可以放鬆之外 然後也有這個球場喔 也可以有沙灘 有那個假的沙灘 可以在裡面玩那個打沙灘排球啊 或踢足球啊 還有這個還有攀岩區 那剛剛還有滑板區 小孩都可以在這邊放店 那重點是這邊逛完之後 樓下的shopping mall 又有餐廳可以吃 然後又有賣場可以逛 然後在一樓旁邊又有這個 它的旁邊就有一個這個涉谷橫丁 也有一個夜生活 晚上很熱鬧 所以這邊真的是來涉谷這邊可以放鬆的地方 真的不然涉谷車站前面那個十字路 人有夠多的走路都超快 然後這邊就可以好好的放鬆 還不錯 宮下公園推薦給大家 嗨 我們現在在涉谷車站前面 就是這個著名的涉谷十字路口 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這邊 那很多人都在這邊拍這個十字路口 人來人往的影片 那記得來這邊喔 如果是剛好遇到整點的話 記得抬頭看一下上面的廣告牆 那有會出現這個可愛的秋田犬 它會有3D影片爆食喔 要剛好整點的時候 會有30秒的3D影片爆食 那現在剛好快整點了 我們這邊等一下可愛的秋田犬 來幫我們爆食 然後請出門可謀 向前出口 還不見 我們這邊要先去逃圾 我們這邊請出門 的一個固寸 我們這邊請出門 我們這邊請出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来吃晚餐了 那我们晚上选的这一家 是坐落在东营座的街区 里面这一家叫做 宛肉屋神德 宛肉屋神德 那它是2022年4月才新开的店 然后里面的装潢是走日式风格 那他们的招牌特色就是宛肉 宛肉就是碎肉 其实就是绞肉 那他们强调的都是 他们所有的这个宛肉的食品 都是当天早上现模 现做的这个绞肉 很新鲜 然后用备长炭下去烧烤 那他们的招牌是有这个 就是我们点的是他们的基本款 就是招牌 就是汉堡排定食 汉堡排定食 一个人1600元日币 台币差不多350块而已 其实还蛮便宜的 然后可以选两种肉 它的特色是它肉有五种 有牛肉 猪肉 羊肉 还有两种鱼 鱼有鲑鱼跟鱛鱼 但是因为鱼已经卖完了 所以晚餐我们吃不到鱼 那我们点的就是蛋哥点的是猪肉跟牛肉 猪跟牛 那我点的是牛肉 还有一种是它有混合版 综合起来的 mix版 就是猪牛羊 其实我都有闻到羊的味道 然后这个就是现在就要开始来吃了 那它一个set子这样子 有饭 有这个小菜 然后汤 沙拉 还有这个汉堡排 来吃看看这么夯 现在很夯喔 碗肉跟米这样 看 加上白米这样吃 我要先吃看看它这个肉 还在冒烟 很扎实的牛肉 喜欢吃汉堡 肉的人应该会很喜欢 肉很扎实 然后你看 它又烧烤 烤的不会说太熟 太硬 因为这种牛肉弄久了 烤太久会硬 它就不会 你看 刚刚好 很汁 里面还有汤汁在里面 好像这时候配个饭 它有酱可以 可以沾 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味道就有了 不用沾酱 碗肉污 还不错 大家现在都很流行吃这个 碗肉 然后再加米 不要加情绪 快点 哇 吃饱了 吃饱了 太满足了 哇 冷冷的 现在要搭地铁回饭店了 那我们明天持续在东京 那记得跟我们一起玩 要锁定我们影片 那就下支影片再见了 拜拜